我們介紹一下其他幾個 首先第一個就是微軟的SWay 事實上微軟的SWay其實也還不錯 只是 你大部分看到都沒有 都沒有想多要 要用 那這裡有一個介紹的文章 電腦網路的 你可以 簡單看一下 那我直接給各位看一下它的demo 它也有它的特點 它也有它的特點 那我在這邊我就先跳到下一個簡報 好 標題進來了 有沒有你如果有圖片式的你可以像這樣呈現 然後呢 有大張的 是不是也可以像這樣呈現 對不對 再來 影片 沒有沒有這個是圖表 它也可以 你可以把它叫進來 那這個就還蠻特殊使用前使用後 如果你要做一些比較 這個其他簡報沒有 沒錯吧 對不對 其實我們沒有必要一定要 局限在哪個簡報 重點是功能 對 然後這個是影片 影片比較沒問題可以插進來 那還有一個 如果你的照片真的比較多的 後面 後面這裡 照片比較多 按一張 有沒有跳到後面去 這也是我其他簡報沒看過的 這是微軟的特點 因為 每一個軟體每一個雲端腹 都有它什麼優點跟缺點 我們要的就是結倉不斷 你今天覺得把這種功能是我 這個 這個 活動 這個 研習適合的 我就把它拿出來 工具 看你怎麼用而已 對不對 不要把工具當作是最終目的 他是用來輔助我們完成目標的 這樣子有沒有不一樣 另外大陸其實還有一個叫 這個 老實講比較類似什麼 就是類似我們那個 Focus Guide 都一樣 都一樣的 那他也是單機版 也是單機版 所以 你也可以參考 那他也做得還不錯 只是更新速度比較慢 他沒有像Focus Guide更新那麼快 那另外呢 在網路上 你還可以找到 很多不同的 Canva 這個也是類似的 反正 蠻多的啦 這些雲端服務不乏使用者 可是呢 就看你 怎麼去用 那Powthon呢 他比較像是做動畫 也像是什麼 也像是那個 做簡報的一個 軟體 我們下一堂還有 11月還是12月 我們有另外一個 成為Motion Quay 動畫師的 這個我就會稍微介紹一下 因為 現在常常要辦活動有沒有 要請人家做那個 片頭 很麻煩對不對 要錢嘛 沒有錢 自己來 然後你又說 這樣虐待自己 所以我們就找 豪康的給你用 其實 效果就還蠻不錯的 OK 那 這些呢先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再往下走 再往下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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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